小众,冷门却有超高性价比 不愤不让你低门槛移民加拿大 说起加拿大的热门移民省份 想必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就是安省 BC省,阿省等等 这些备受移民人士青睐的省份都各具优势 深深地吸引着大家 但受欢迎的程度越高 竞争的压力也就越大 移民难度也就相应增加 其实加拿大并非只有这些热门省份值的移民 还有一些比较小众冷门 但却非常保障的省份也很值得选择 比如新布伦瑞克省 新布伦瑞克省 新布伦瑞克省陆关斯维克 是加拿大三大野海省份之一 该省的西部与美国的免印州街廊 西北部和魁北克省毗邻 首府是弗雷德里克顿 最大的城市是圣约翰 新布伦瑞克省是加拿大唯一英法双语 同为官方语言的省份之一 也是加拿大绿色的野海省份 省内拥有85%的长绿森林 自然风景格外漂亮 再加上该省生活节奏较慢 气候适宜 所以该省的移居程度非常高 如果你想享受乡村田园风光 与美丽海岸线的相互交映 感受碧海蓝天构成的独特美景 那么新布伦瑞克省 就是你不可错过的优质选择 Lubanswik省提名类别 1.一一快速通道类别 NB Express Entry Stream 2.雇主担保技术功能类别 NB Scaled Walker Stream 3 商业移民类别 NB Business Immigration Stream 4.战略邮件法语通道类别 NB Strategic Initiative Stream 联邦项目 大西洋移民项目 Atlantic Immigration Program 今天主要分享雇主担保技术功能类别 雇主担保技术功能类别 新布伦瑞克省雇主担保技术功能移民项目 是为拥有为新布伦瑞克省经济 做出贡献所需的技能 教育和工作经验的外国人才而设计的 申请者必须满足该项目的最低资格要求 拥有新布伦瑞克省雇主提供的就业机会 并有在该省永久居住和工作的充分意愿 申请条件 申请人需要在五大要素评分中至少获得60分 满分100分 1.年龄10分 年龄19到55岁之间 2.语言28分 通过加拿大语言测试 英语或法语 至少CRB4 3.学历20分 具有加拿大高中会以上学历或通过学历认证 ECA的海外文凭20分 4.工作经验20加10分 以过去五年有至少一年的工作经验 总计1560小时或每周30小时 2.工作需要全职 有长、不间断 或是兼职累计时长达1560小时 3.优先的工作领域 医疗健康教育技术贸易 领业信息技术制造业运输业商业服务 适应性12分 NB省的工作时长 MEA、NB教育经历 家庭和配偶因素等 项目优势 1.年龄放宽至55周岁 5年内一年工作经验即可 2.职业宽泛T2 012345类 3.打分表60分的标准低 MEA可加分 NBPAM雇主担保技术功能类别 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项目 如果你想低门槛移民加拿大 那么该项目非常值得考虑 最后温馨提示大家 好项目不等人 如果你有移民加拿大的计划 建议你尽快开始准备 以免错过优质项目